好了 那我们这个回到我们片段三百二啊 考完试了上周 卷子比较简单 我看到卷子比较简单 然后基本上我估计大家错三个题左右应该都是很正常的 有几个题比较 vague 可能比较讨厌 但是大部分的题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 都是比较简单的题目 都是比较简单的题目 所以估计这次的 average 我猜可能会在85左右 当然不一定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高估了老外同学 如果看我们这些比较好学的同学啊 如果我们给大家 average一下的话 我觉得考个85左右应该是很正常的 就是错四个题 错四个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25个题错四个题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 应该不会特别特别难 题目我也都看到了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下周基本上就出分啊 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 是吧 我们好好学 然后把第二个tempest考好 那最难的是final 最难的是final 最难的是final 所以大家早准备啊 对 是的 是的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老外就专门 老外就专门拉低 average 对 好多老外不学的 他们就 对 你明白了 你肯定拉不低平均的 你放心 这个今年的卷子我看了比去年 对吧 你们都做了网上卷子 你们感觉我放上去的去年的卷子和今年的卷子难度相比 那肯定是今年简单多了 好了 那我们不扯犊子了啊 我们继续这个本周那种啊 本周比较少啊 大家可以看到一共就几页啊 三业四业这个样子 因为本来对吧 那个我们本周是考试 所以他呢也没有给大家 太多的 stress ok 那下周我们东西可能会比较多 我们会讲我们的 reproductive system 那我们讲 mal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可能下周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本周呢 给大家稍微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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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休息哈 我们把endocrine最后一个小点 我们给大家讲完 就是跟我们生长发育相关的一个 hormone 好 那我们先来看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啊 其实这个我们在之前其实就讲过了 在我们讲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讲cortisol的时候 我还记得啊 在我们讲cortisol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这个axis 那当时我们讲的是hypothalamus pituitary和adrenal axis 对吧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hypothalamus pituitary这个axis 这边拎出来给大家稍微说一说 就这两个为什么这么重要 ok 这两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hypothalamus 这个叫下丘脑 对吧 这个叫下丘脑 那下丘脑呢 它是一个neural tissue ok 它是一个neural tissue 它是在我们的central nervous system里面的 是吧 那这个东西呢 它呢 除了有在nervous system这个部分的function之外 它还有一定的endocrine function 比如说它可以release hormone ok 只不过hypothalamus 它release这个hormone呢 它作用的 它作用的这个组织 相对来说比较局限一点 那主要作用在谁身上呢 主要作用在pituitary gland 就是我们的垂体 这是垂体 Ok 所以hypothalamus 它会release hormone 这个hormone呢 会作用在我们的垂体上 那hypothalamus 会释放哪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hormone呢 哎 我们一会儿来看啊 有几个我们学过了 那我们学过哪个了 我们学过crh了 还记得吗 这个是cortical 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我们在哪讲过的 我们在adrenal gland里讲过 是吧 如果我要释放更多的cortisol 是不是我就要释放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hypothalamus 就是要释放crh 然后crh会作用在pituitary gland 什么呀 会释放acth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在adrenal gland里讲过了 那我们还要讲 我们还 我们还讲过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各位发现没有了 是吧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touch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第一个 叫thyr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那这个是我们马上就要讲的 那这个东西是作用在谁身上呢 也是作用在pituitary gland 只不过现在pituitary gland会释放另外一个hormone 它会作用在thymus上面 ok 会作用在我们的 我在说什么thymus 我们会作用在thyroid gland上面 然后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甲状腺上面 那我们还会学一个今天 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对吧 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那这个东西会作用在我们的pterative gland上面 它会是它会促进我们的pterative gland 去释放我们的growth hormone 我们的生长激素 那接下来 是吧 等到我们再讲到 那等到我们再讲到这个reproductive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下面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醋性腺激素的什么 叫glen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那这个gnrh 是我们之后在下周我们会给大家touch的 ok 所以下周脑主要就是在释放这几种releasing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那我们来看pterative gland 这个相对来比较复杂 我们的垂体 垂体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吧 有两个部分 那一个是我们的anterior posterior pituitary gland 另外一个什么的posterior pituitary gland 那这个前锤前锤体和后锤体 是吧 它两个这有什么区别呢 是吧 你刚看名字 是吧 那posterior就是后面的 对吧 那anterior是不是就前面 是吧 那前锤体和后锤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posterior 这个posterior pituitary gland 呢 它基本上去 它做的任务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hypothalamus里面去储存啊 去合成 一些hormone 释放出来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posterior来说 它不产生新的hormone 它只是帮助我们去释放已经合成好的hormone 那只不过这些hormone 你需要注意啊 这些hormone呢 它是neuron来合成的 它是我们的神经细胞来合成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posterior pituitary gland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神经锤体 叫neural pituitary gland 那它释放的hormone 我们称之为neural hormone 就两个 我们已经讲过一个了 那我们讲过vasopressin 还记得吧 叫做antidiotic hormone 这是我们的抗力尿激素 对吧 那如果我们的vasopressin增多了 是吧 我们就可以增加对water的reabsorption 对吧 我们可以retain water 那之后我们还会再学一个叫oxytocin 那这个也会等到我们reproductive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哈 所以这个什么reproductive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oxytocin 这个东西主要在哪个地方呢 其实大家其实已经讲过了 之前我已经讲过一点了 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妈妈要生育的时候 妈妈要生孩子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开始干嘛 这不是孩子开始 孩子头是不是顶到子宫颈了 对吧 那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这个呃 就开始刺激我们的宫颈 是吧 开始有这个neural reflexes 让它会送到我们的脑子里 然后开始去释放oxytocin 那oxytocin会越来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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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positive feedback 直到我们孩子生出来为止 ok 没有 这个peteriatric前面这叫神经垂体 这个东西也叫神经垂体 posterior也叫神经垂体 神经垂体 ok 神经垂体 因为它释放的全部都是neural 没有 没有英文 英文它就叫posterior pteriatric band 这就是posterior pteriatric band 中文有的时候叫它后垂体 或者有的时候叫它神经垂体 那前面这个前面这个叫anterior pteriatric band 它是一个endocrine 也就是说它会自己make some hormone 然后release the blood ok 那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线吹体 叫线吹体 有另外名字叫线吹体 所以这个东西 它开始会自己make some hormone 然后去release 这些活 ok 那我们刚才作用的这些hypothalamus 里面的这些什么crh trh 这些东西 它会作用在身上呢 它就会作用在我们的anterior pteriatric gland上 ok 你比如说它会生放哪些激素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prolactin 那这个是催乳素 也就是说孩子出生的时候还要喝奶 那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这个乳腺就会慢慢发育 对吧 然后给这个孩子提供他自己的母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prolactin 那甚至孩子在吃奶的时候 它会刺激这个乳房 那它也会产生更多的prolactin ok 所以这个 之后我们再 如果representative讲 我们就给大家讲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tsh tsh 是我们的thyrotropin 那这个就会作用在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thyroid plant上面 它会作用在thyroid plant上面 然后会去促使我们的这个 甲状腺激素的释放 促进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release ok 那之后我们还讲 我们之前也讲过adrenal corticotropin 还记得吧 那acth 就会作用在我们的adrenal gland上面 然后促使我们那些什么cortisol blood release ok 所以它是作用在adrenal gland 那growth hormone growth hormone 是我们的生长激素 对吧 那growth hormone 它会作用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 基本上所有细胞都会 都会 都会受到我们的growth hormone的这个的影响 然后会增加这些细胞的growth和proliferation ok 那后面这两个啊 fsh 和 lh 这两个主要是啊 这个这个 这个gonodotropin releasing releasing hormone 主要是它来控制的 那跟我们的这个性性器官 性性激素有关 那尤其是女生啊 尤其是女生 她的这个period control 就是我们的man's 这个man's period 是吧 它主要就是靠 fsh lh 因为lh surge 会导致我们的release osites 会是我们排卵 所以这个就是啊 跟我们的这个性功能 性功能有关的啊 这个之后我们再来讲 我们还没有讲到 下周我们给大家来说 那旁边呢 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 是吧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给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所有啊 那我们的posterior 上的这个 anterior啊 peterior gland 它们能释放的那些活吗 ok 能释放的那些活吗 都给大家总结了 这个地方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忘记的 可以回来看看这个图 ok 好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东西啊 oxytocin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没写出来 ok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growth 那我们说一下growth 那对于生长 对吧 对于生长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架增大 对吧 我们的size变大了 那size变大 那size变大 自然而然就跟谁相关啊 就要跟我们的骨头是相关 跟我们的bong相关 对吧 那骨头是怎么生长呢 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其实非常简单啊 那骨头生长呢 它是在生长我们的这个软骨啊 因为软骨这边有些细胞嘛 对吧 然后这个软骨呢 它会钙化 它会钙化就叫osification 那到它钙化了之后 这个骨头就变硬了 然后这个骨头就长了 就大了 ok 所以说白了就这么来的 那在哪个地方会增 会增长呢 在骨头的两侧 在我们的骨头的两侧 因为中间那边已经完全形成好钙化的所有钙化的这种晶体结构 对吧 所以它很难说 我在上面再凸出来一块 或怎么怎么样 很少 那我们会在骨头的两侧 会有一些软骨组织啊 我们称之为 apificio cartridge ok 那这个部分会增长 ok 它会增长 那小孩子你会发现啊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我们叫它骨构线啊 或者叫骨构 或者叫什么骨软骨 还是什么呢 这种东西啊 那你看小孩子 如果你去给小孩子拍X光片 你会发现 小孩子骨头就真正硬骨头和硬骨头之间那个间距啊 非常非常大 那中间这些间距为什么很大呢 因为中间这些都是软骨组织 ok 所以 软骨组织它是可以透过X光的 但是你像那种非常硬的骨头 它是透不过X光的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照片子 你会发现 小孩子 比如说小孩子的骨头 它中间的那个缝隙会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间正在产生新的骨质 ok 但是如果你去看成年人 你会发现 成年人的这个硬骨头和硬骨头之间啊 它连得非常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缝隙吧 那肯定不行 因为我们手还活动 对吧 你会发现它这些硬骨头之间的缝隙呢 其实是很小的 其实很小 那这个时候很多成年人在它成年之后 我们就称之它为骨构线就闭合了 对吧 就变成一根线了 就变成一根线了 就变成一根线 就不是一个空隙了 所以这个时候成年人的骨头呢 就不再会增长了 它只会处在一个 我们之前讲过Osteoblast Ostochastic dynamic状态 就是我需要用到盖的时候 那我会从上面去取下一点点 我们会溶解一些骨头下来 对吧 当然我盖多了的时候 我会把一些这个 我会把一些盖子再放回骨头上面 但是你说这个骨头能长多长 是吧 能再长多宽 那这个已经是很少的事情了 所以那些什么宣传增高的 对吧 大家就不要轻而易举的相信 对吧 那基本上大家在这个叫什么 Puberty 我们青春期之后 我们的adulthood之后 我们的身高就几乎不太会增长了 因为你所有的这些骨构线 基本上都已经闭合了 你的growth plate已经不存 已经不存在了 你不太会growth 那有的时候之前就问我 那我想有办法 是吧 能不能再长高一点 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把骨头打断 对吧 你把骨头打断 那打断了之后 那骨头会增生 那增生的时候 你可能的话 我也再多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高不了几厘米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配这个疼痛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那身高这个东西 基本上我觉得在成年之后 改变的这个程度已经很小了 OK 所以我们一块来看啊 你比如说在小孩子的时候 在我们child的时候 那我们还依旧会有这个软骨组织 我们的成骨软骨组织在这个地方 那当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在in utero的时候 那基本上我们的骨头都是处在一个软骨的状态 都是处在一个软骨状态 所以这些cartridge都没有fully ossified 都不是硬的 都不是硬的 所以你会发现 小孩子的骨头比较松散 比较软 比较松散 比较软 那就是因为他刚生出来 对吧 他生出来他的骨头还没有完全盖化 但是他生出来之后 慢慢慢慢他的骨质就开始盖化了 那现在到达了我们的puberty 到达我们的青春期 那到达青春期之后呢 我们大部分的骨头就已经fully ossified 都已经基本上全部都盖化了 那我们中间的那个骨勾线就要慢慢闭合了 那会从之前的比较粗的这种间隙 这种软骨的这个间隙 会慢慢缩减 缩减到一条很细很细的一条线 很细很细的一条线 很细很细的一条线 adopt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就不会再增长了 你骨质骨质基本上全部fully ossified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 基本上你这个身高啊 你都已经固定下来了 就不会动了 ok 那只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小时候 是吧 有的时候 小时候 妈妈说哎 你们不要经常去吃一些什么 这个尤其是女孩 是吧 不要去吃一些跟激素相关的东西 是吧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我们的 Eastrogen 那就是这个就叫什么 磁激素 磁激素 那磁激素多了之后呢 他会加速我们这个骨购线的愈合 所以一般来说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一般就是在我们在讲一个身高的时候 是吧 那女孩的身高相比于男孩矮一些 对吧 那其实也有一件科学依据的 就是随着你的这个Eastrogen level的身高 是吧 随着我们磁激素的身高 那我们的这个骨购线闭合的速度会快一些 所以一般女孩可能会长不了特别特别高 对吧 那除非有些突出情况 但是一般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男生在小的时候 是吧 如果大家各位以后有了孩子 是吧 需要注意一下自己 是吧 所以注意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饮食 是吧 不要吃一些含磁激素比较高的东西 什么 尤其是烧烤 你知道吧 就是 我知道现在好多小孩喜欢吃烧烤 那烧烤里面就有 比如说有的人吃那个牛鞭 对吧 吃什么牛牛牛牛牛牛鲍 对吧 那还有一个东西叫牛欢喜 对吧 牛欢喜 我可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般是母牛的 是吧 它的那个杏鲜 所以吃那个里面就会含量很高的 也没有含量很高的这个磁激素 所以如果吃太多 就可能会导致它这个骨头生长变缓慢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看这个骨头是怎么生长的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骨头怎么变大了变长了 很简单 那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软骨细胞 这个叫chondrocytes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软骨细胞 这是我们的软骨细胞 那软骨细胞呢 它会先跑到骨头的两侧 比如说 你看 比如我们来看这边 那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骨头 它正在往外生长 那你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 底下是更多的骨头了 那上面这一侧 就是我们的软骨细胞 发现吗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骨头要接着增长 你需要先让软骨细胞跑到这边来 是吧 跑到这边来 那这些软骨细胞会慢慢慢慢干什么 它们会慢慢慢慢 ossify 那当他们去接受了这些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我们的钙晶体之后 是吧 它就会变硬 那就会变硬 那这样我们这个硬骨头 我们就形成完毕了 所以形成骨头非常简单 就分两步 第一步 我们这些软骨细胞是吧 先去形成这个骨头的形状 对吧 你先把骨头的形状形成好 那骨头的形状形成好之后 我们那些 Osteoblast 是吧 它就会过来开始进行 ossification 那它把这些各式各样的晶体啊 把我们那些 potassium 把我们 calcium 把这些东西 deposit到我们这些软骨组织的时候呢 我们这软骨组织就会改化 然后这骨头就会变硬变长 那很简单 对吧 很easy 那只不过我们都知道 是吧 那我们的骨头它里面是有turnover的 它是一个dynamic state 那你需要用到钙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 Osteoclast 过来破一些骨头 是吧 去release your calcium 去release your phosphate 那一旦我们现在如果有过多的钙 是吧 那钙过来 那我们这些Osteoblast 就会把这些钙质都deposit到我们的这个骨头里面去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那只不过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老年人 老年人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更容易得一个病 叫做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对吧 那叫Osteoporosis 这个叫做Osteoporosis 那老年人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就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 它的bone dynamics受到了一些影响 毕竟它老了嘛 对吧 有一些细胞不如原来那么活跃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导致骨质疏松 因为你Osteoglast太多了 对吧 你Osteoblast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骨头里面就会有一些一些细小的缝隙 对吧 我们叫骨质疏松 那这个时候 它的骨头会变得更fragile OK 变得更fragile 那可能这个老人不小心 像正常人 对吧 跌个屁股都是啥事 没有 但是如果老人不小心跌个屁股都是因为它骨头很脆嘛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疏松的缝隙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会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 在老年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想方式法去抑制一下Osteoclast 那让我们的骨头呢 没有说那么多捆戏 这样预防一下骨质疏松 OK 那还有哪些 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呢 我们一块来看 第一个 那genetics这个部分 我就不说了 好吧 那这个东西是爹妈给的 你没有办法影响 对吧 有的人天生就长得高 是吧 有的人天生长得壮 就是因为人基因好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control 对不对 没有办法control 但是我们可以control的什么 是diet 对吧 那各位可以发现 就是自己的父母 对吧 你一般来说 现在你会发现 普遍孩子的身高 是不是都要比父母高一些啊 或者说甚至高很多啊 对不对 那可能爸爸妈妈可能一米六 一米七 那孩子可能一米八 对吧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可能是说这个孩子自己本身遗传的基因 是吧 他就能到一米八 就能到一米八五 它能到这么个高度 但是呢 或者说父亲 父母的基因自己本身也能长到一米八 对吧 但是由于上个世纪 对吧 我们中国相对来说 处在一个比较平 困困的状态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吃不饱 穿不暖 对吧 那你想吃个肉 你想想在上个世纪上吃个肉都是很艰苦的事情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 他们的diet 他们的nutrition 他们的nutrition 可能没有我们这些孩子现在这么好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身高 不如我们这么好 不如我们这么壮 但是现在大家都吃得好了 吃好喝好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吃鸡 吃鸡 想吃鱼 想吃鱼 想吃什么猪肉 就吃猪肉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营养都跟上了 所以现在这个genetics导致的因素 要比我们的diet导致的因素 可能要更多一些 对吧 我们现在吃的都比较好 那这些是外界外来因素 对吧 那还有那些东西 我们身体内在的因素会影响呢 就是我们的hormon和一些growth factor 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hormon growth factor 比如说 之后我们会讲几个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growth hormone 这就是我们的生长激素 很关键啊 因为生长激素 它可以促使我们这样讲 所有全身上的所有细胞 它的growth OK 那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涨高 对吧 促进我们的骨质的发育 对吧 就是growth hormone 那growth hormone 它可以引起哪一个另外一个东西释放呢 它可以引起这个叫做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它的释放 它的释放 好吧 那之后我们会仔细来说这个东西 那除此之外 是吧 对于我们这个心智的发育 对我们其他的这些身体 其他的这些比如说 mental development 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向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thyroid hormone 这个也是我们之后会讲的thyroid hormone 那thyroid hormone 在我们的生长发育中也非常非常繁衷 那其次还有insulin啊 是吧 还有什么sex hormone啊 还有我们的cortisol啊 这种多打个T啊 cortisol啊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长发育都很重 当然前两个是最关键的 那sex hormone之后我们会讲 它主要是在我们这个sex这个部分 那就是我们性征的发育啊 包括我们生育能力 但是纯层长高 是吧 我们的正常发育 那其实就是前两个growth hormone 和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ok 那我们来说一下growth hormone 我们来说一下growth hormone 首先growth hormone 被谁release呢 它被我们的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release 它是一个peptide hormone 里面呢 有191个mino acid 当然这个并不是很关键 那最关键的是它是从我们的anterior pituitary去release的 那它会被谁stimulate 会被谁inhibit呢 它会被我们hypothalamus里面释放的hormone去刺激 去抑制 谁去刺激 GHRH 这个叫做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对吧 所以hypothalamus 会释放GHR 到我们的这个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然后它会错试我们的growth hormone release 那会被谁抑制呢 这个叫做somatostatin 这个也是 它也是hypothalamus 的 所以一旦我们说现在我不需要你growth 那我们的hypothalamus 就会去release我们的somatostatin 它会去inhibit我们的growth hormone 这个也是 它也是hypothalamus 的 所以一旦我们说 现在我不需要你growth 那我们的hypothalamus 就会去release我们的somatostatin 它会去inhibit我们的growth hormone 这很 很简单 是吧 所以control已经很明了 是吧 我们一块来看 假设这个地方是我们的hypothalamus hypothalamus ok 那hypothalamus 会release GHRH 对吧 那它会跑到我们的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然后呢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会释放我们的growth hormone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会前面加一个HH 代表human human growth hormone 然后我们的growth hormone 会作用在其他细胞身上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作用在哪些细胞身上呢 第一个 它主要会作用在我们的肝脏细胞上 所以会作用在我们的肝脏里面 那肝脏上面有一个receptor tyrosin kinase 还记得吧 这个东西 我们在前两周 我们讲过receptor tyrosin kinase 大家想到了哪个hormon 哪个hormon 会bind我们的receptor tyrosin kinase 想到谁 所以想到了insulin 对吧 所以insulin 它会bindreceptor tyrosin kinase 然后autophosphorylation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当我们这个growth hormone 当它bind到我们这个 liver上面的receptor tyrosin kinase之后呢 它会去刺激另外一个hormon的释放 这个hormon 叫做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还记得吧 刚才我们讲过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前面加一个insulin-like 因为它也是一个receptor tyrosin kinase 它是这么来的 因为insulin 也会bindreceptor tyrosin kinase 然后我们的growth hormone 也会bindreceptor tyrosin kinase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去刺激这个IGF1 这个东西 它会从我们的liver里面被释放到血液里面去 那IGF1 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function 比如说它可以干什么呀 它在骨头里面可以促使我们的软骨细胞 促使我们的软骨细胞到达它相应的地方去 recruit我们的软骨细胞 然后增加软骨细胞的proliferation 我们有更多的软骨细胞 并且可以促使它们能形成一个matrix 那有了软骨细胞之后 是不是我们才可以去 概化骨化我们的软骨细胞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更长更粗的骨头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bomb 这个骨头 那我们长个 是吧 那还可以干什么呢 那growth 对吧 你要growth 你细胞要growth 你毕竟要产生很多的protein 对吧 你要产生很多的营养物质 产生很多的protein 所以它还会促使我们的这个amino acid uptake 对吧 你这个细胞可以吃更多的amino acid进来 它就可以synthesize more protein 对吧 那同时它可以增加我们的cellular proliferation 能使我们的细胞数量变得更多 对吧 增加我们的细胞繁殖 并且reduce apoptosis 你apoptosis它自己就死了 对吧 那我们不希望细胞死了 我希望你能stay longer 因为我们现在在生长发育嘛 对吧 所以它可以enhanced cellular proliferation 并且reduce apoptosis OK 是吧 这个很简单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igf 作用在我们身上这些细胞 能给这些细胞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些metabolic effect 什么叫metabolic effect 就是它会促使某一些代谢产物的增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它可以stimulate fat breakdown 它还可以stimulate glycogen breakdown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要stimulate fat breakdown 我们为什么要stimulate glycogen breakdown 现在细胞要发育 它们需要什么 它们需要energy 对不对 它们需要energy 所以我在脂肪细胞里面去breakdown fat 那fat可以给我们的细胞supply energy 那liver里面是否储存了很多glycogen 那我们把glycogen breakdown 变成glucose glucose就可以再去给其他细胞supply energy 所以你会发现igf的功能说完了 就在干什么呀 igf说完了就是第一 它让我们的细胞开始growth 然后开始proliferate 并且还为我们这些细胞 已经提供好能量了 对吧 提供好能量 好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growth formula very easy 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后写 这个axis可以形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的human growth hormone 会用在liver上面 对吧 会用在liver上面 那liver会produce igf1 那igf1就会去 bine的其他的细胞 比如说错识他们 take up amino acid 对吧 在骨头里面可以错识我们的软骨细胞 recruitment proliferation 对吧 然后增加我们的secular proliferation reduce apoptosis 对吧 那当它bine到我们的脂肪细胞上面去的时候 它就可以stimulus 如果它bine到我们比如肝脏细胞里面 它还可以去措施我们的glycogen breakdown ok 所以这是growth hormone really straightforward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病 我们来看一下case study 我们有哪些病 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病 大家都知道吧 叫gigantism 这东西叫巨人症 巨人症 ok 顾名思义 巨人症 就是这个人长得非常大 所以得了巨人症的人 是吧 他的身高长得两米多 是非常非常正常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 是吧 什么导致了巨人症 那你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谁啊 肯定是growth hormone 对吧 你growth hormone越多 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骨头 刚刚讲过吧 骨头在这个地方 说有更多的软骨细胞 那我们更多的这个骨头产生 那再然又升高了 这个不用问题 这很简单 但是我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gigantism 我们是巨人症 那你的growth hormone 在什么时候的release会变多呢 是在他的childhood 在这个病人childhood 在他小时候 他的growth hormone released很多 为什么呀 因为在小孩子的时候 是不是他那个骨 现在还没有闭合 对不对 他的软骨细胞 还可以继续ossify 然后继续变成我们的这个硬骨头 这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这个人 他已经到达成年了 他已经没有这么多软骨组织了 对吧 他已经不太 他已经不可能了 他已经闭合了 骨头不可能再生长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有再多的growth hormone 你也不能使得这个人的身高增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哪怕是现在 大家都成年了 我们再去吃growth hormone 你会发现 他对我们的身高无济于事 甚至还能导致别的疾病 一会我们会讲 OK 那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原因 会导致我们巨人症呢 一般来说 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 他的垂体上长了肿瘤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一般某一种激素多了 就是因为 那个释放激素的structure 开始长肿瘤了 对吧 所以他长了adenoma OK 那adenoma 就是 anterior pituitary 身上的tumor 就是它的tumor 那巨人症不用我讲 是吧 首先身高越来越高 对不对 然后他身高很多 然后他的整个四肢也比较巨大 也比较超级大 也比较大 那他的脸 那个脸的形状也跟一般人不是很像 他的脸也非常粗糙 比较粗 我们叫corros OK 这些tumor长大传人也在 但是 我这个这个东西一般来说 如果小时候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他会去做手术 把这些东西都干掉 不可能说上还一直一直一直留着 一直留着 这个 所以一般一般一般 如果有这种病的先兆的话 那一般孩子就会再去医院检查 嘛 所以现在医学科技比较发达 到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tumor给他切掉 OK 那我们接着说 就是他的这个face 就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人很精致 对吧 比如说你看其他的同学 他们的 他们这个face都比较精致一点 但是巨人症 反正往上搜一搜 巨人症那个人的脸 你就看起来就比较粗 我们称之crows 就比较粗 感觉比较粗糙那种感觉 就不如我们这么精致 OK 那他的puberty也会稍微慢一些 但是我需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 对于巨人症来说 对于巨人症来说 他的intelligence 是normal OK 就是他的intelligence 就是说 他能理解我们能理解的所有的事情 他不傻 你知道吗 他不傻 他只是 你说傻大个傻大个 他可能只是个高 但他不傻 OK 所以他的intelligence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吧 所以这是巨人症 那如果长大了之后 你又得了tumor 你不需要知道 为什么growth hormone多puberty延迟 这就是他的这个中间非常complicate 这个我我我我没有仔细拎出来讲 你们就不用特别仔细知道 我怕给你们再再有更多的confusion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是吧 刚才我们说过了 在小孩子的时候 在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growth hormone很多了 我不会导致巨人症 那如果现在不小心一个人已经成年了 结果他在这个时候不小心 pictureture里面得了一个tumor 他开始释放更多的growth hormone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他的身高不会增加了 对吧 因为他的骨头没有办法再长了 骨骼已经闭合了 对吧 那现在他会得一个什么病呢 我们称之为这个acromegal ok 这个叫枝端肥大症 这个叫枝端 It's really hard to write 端怎么写来这 是怎么写的 whatever 我原来稍微写下 这个枝端肥大症 枝端肥大症 这个枝端肥大症怎么回事呢 就是由于这个growth hormone 没有办法作用在你的骨头上了 我都不work了 所以他会导致你这个四肢变得非常硕大 你的脸也会变得比较粗糙 所以如果是巨人症 身高非常非常高 对吧 身高非常非常高 然后虽然他四肢也很大 但是他很斜 就还是比较协调的 你知道吧 比较协调的 但如果是枝端肥大症 那你会发现他的头变大 是吧 他的四肢手脚变大 是吧 都变大 但是他的身高没有改变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比较不协调 要不协调 所以这个就是枝端肥大症 就是如果在这个人成年了之后 他的growth hormone变多了 就会导致枝端肥大 这个就是当时是吧 各位在上一个quid 是吧 我说上一个quid 有一个超纲的题 超纲的题就是讲在这 你会发现 那个人对吧 他其他的hormone 都处在一个正常的范围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他的growth hormone的量 要比正常的水平要高出非常非常高 对吧 那他又告诉你这个人是成年人了 所以他不可能再得我们的gigantism 是吧 他就只能去得枝端肥大 ok 好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跟我们的生长发育相关的hormone 我们的growth hormone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是我们的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激素 那甲状腺激素呢 不是peptide hormone 它是一个amino acid derivative 哪儿derivative来的呢 tyrosin ok tyrosin过来帮我们 derive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thyroid hormone 那我们有两种 那我们有两种非常重要的thyroid hormone 一种呢叫t3 ok 一种呢叫t4 ok 一种叫t3 它们两个都是thyroid hormone 它们两个function都差不多 只不过有一点是这样子的 t3要比t4more potent ,ok 什么叫more potent 就是说它作用的效果要更强 我举个例子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你现在吃了一毫克的t3 是吧 那你又吃了一毫克的t4 是吧 那这个时候t4它的作用就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要稍微小于t3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ok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t3它比我们的t4more potent ok more potent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有两个还有两个 那thyroid hormone呢 被我们的thyroid gland 这个 这个合成出来之后 会有brecer blood里面去 那它跟谁很像 它跟我们这些steroide hormone有点像 所以它会被 它会bind其他的protein 它会bind我们prosmate protein 然后到达我们现在的细胞之后呢 它呢也是跟我们steroide hormone一样 它也会进到细胞里面去 然后会去bind的细胞里面的intracecular thyroid receptor ok thyroid receptor 那bind的这些receptor之后 它会变成这个transcription factor 然后去进到我们nucleus里面去促使我们的gene transcription ok 所以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它跟谁很像呢 它act like steroide hormone ok 很像我们的steroide hormone 那我们一会来看整个过程 是吧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这很简单 是吧 首先呢我们这个叫什么 我们的这个 enzyme 有各式各样的enzyme 那这些enzyme被synthesize出来 那synthesize出来之后 我们的这些enzyme 就会跑到我们的followcode里面去 对吧 那它到了followcode里面 就会给我们的这些thyroid hormone 这不是peptin 那是peptin 哪个是peptin 谁是peptin 不是啊 它是amino acid 刚说了 它是amino acid derivative 它是tyrosin 它不是peptin 是吧 刚刚我们刚讲了 它是amino acid derivative 它并不是peptin 所以这些时候 那这些时候 那说白了 就是我们要先合成一段 我们要先合成一小段protein 我们要先合成 你看 你会发现我们的合成 你会发现啊 我们先会合成一小段protein 那这个protein呢 我们称之为thyroglobulin ok thyroglobulin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直接就是从amino acid 直接开始合成 就是我们先啊 我们会先产生一段protein 这段protein呢 叫做thyroglobulin 我们叫thyroglobulin 那这个thyroglobulin呢 会进到我们的follicle里面去 会进到我们这个thyroid follicle里面去 然后它身上 再会加一些modification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下来 你看最后我们会把它切断 我们会把它separate 会变成T3和T4 所以T3和T4 再次说白了 它们是之前在thyroglobulin身上的 一个amino acid ok 那你比如说 我们先合成好了 这种的T 这种T3 对吧 那T3会跑到我们的这个 thyroglobulin里面去 对吧 然后呢 thyroglobulin里面 我们会对它里面的这些 T3进行modification 比如说啊 我把两个T3合在一块 又加上Idin 我把两个T3合在一块 又加上四个Idin 然后弄完了之后 我们会把它再送回我们这个 细胞里面去 然后我们的细胞会把它们两个分开 是吧 会分一个T3一个T4出来 然后再把这些T3和T4 amino acid derivative deliver到我们的Block里面去 所以它的合成方式 跟我们其他的一些合成方式 不是很像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 那如果你是peptide hormone 就直接合成peptide 就完了嘛 然后secrete出去就好了 如果你是steroid的话 你就直接合成steroid 就完事了 那在我们的这个thyroid里面 稍微复杂一点 是吧 你要先合成一个thyroglobulin 然后你对thyroglobulin 进行modification 然后再把它送回细胞里面 去拆开拆分 那拆完了之后 我们再送到Block里面 相对稍微点分 ok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thyroid hormone 那些function thyroid hormone function非常非常多 你比如说它在metabolism 会影响我们的metabolic rate 那它你的thyroid hormone越多 你的这个代谢速度就越快 代谢速度越快 那你的oxygen consumption 就会越来越多 是吧 那由于你身上代谢速度变快了 你的heat produced就越多了 对吧 那同时呢 对于我们的thyroid hormone来说 它会promote protein degradation 好这个有点重要 所以它会promote protein degradation 它也会promote我们的lipid degradation lipid lipid这个breakdown ok 所以它会促使这些 我们的这些储能物质 breakdown 那对于nerver system来说呢 它会让我们stay alert ok 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语言能力 是吧 增加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 是吧 增加我们的原来思考能力 增加我们的reflux 那我要强调的一点 是我们在我们的growth里面 是吧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它会配合我们的growth hormone 它们两个会一起 作用在我们的生长发育点 那growth hormone 可能真正的是 跟细胞数量啊 跟我们这个size相关的 但是呢 thyroid 可能跟我们的质量相关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growth hormone 可能更多的跟size相关 ok 但是我们的thyroid hormone 可能更关键是在我们的quality ok quality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之后 我们会讲啊 如果一个小孩子 在他生下来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 比如说我们回到 刚才我们讲这个growth hormone 里面是吧 在这个地方我其实应该再加一个病 再加一个病 那如果这个孩子 他小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growth hormone 会怎么样 如果他没有growth hormone 的话 他会得一个病 叫做朱如症 哎 叫朱如症 他这个 他这个小孩子会很 这个这个 孙太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他身高很矮 可能就一米左右 可能甚至都不到一米左右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身上的growth hormone 太少了 所以他的size很小 你明白吗 但是他的智力还是正常的 他的智力就是说朱如症的患者 他智力依旧是正常的 只不过他size比较小而已 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考 你不考的我就不跟你们讲 所以这是朱如症 那另外一侧 这是没有用的知识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没有用的知识 就是我写在纸面上都是有用的知识 就是我现在说出来的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知识 那我来说 如果小孩子的时候 如果他缺少了thyroid hormone 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 他不仅小 他的size不仅小 还怎么样 他还呆 他的智力发育还有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的growth来说 那我们既需要growth hormone 我们也需要thyroid hormone 你光有thyroid是不行的 因为这样你身高不够高 对不对 那你光有growth hormone也不行 对吧 你可能傻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那对于chirovascular方向来说 他可以increase我们的heart rate 还可以increase我们的contractility 那这个东西等到我们PSL31 我给大家来讲 那他还可以增加我们的peripheral blood flow 所以这些东西说白了 你会发现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都在increase我们的metabolic rate 对吧 但是对于muscle来说 我们刚才说过了 那如果你有太多的thyroid hormone 它会increase protein degradation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太多的 你有太多thyroid hormone 它会使得我们比较fatid 我们会有muscle weakness 为什么 因为你的protein都breakdown 所以他的function很多 这个我们俩稍微一讲一把事 那至于我们的regulation 刚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 那第一个 我们的hypothalamus 会release什么 会release我们的trh 我们的thyroid 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那它会跑到我们的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那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会释放什么呢 会释放我们的tsh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那它释放出来之后 那它释放出来之后 就会作用在我们的假装线上面 thiroid gland 那它会释放more t4 more t3 是吧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t4 会convert变成t3 因为吧 因为t3 more potent 还记得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t3 它就可以去exert它的功能 就可以了 就是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的regulation 那作用其实非常简单 是吧 我们的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那它这个东西干嘛 它会bind到我们这个thyroid身上的gpcr 它也是gpcr 因为对于我们的tsh来说 它是一个peptide hormone 它是一个peptide hormone 它进入到细胞里面去吧 所以它呢 只能bind到我们这个thyroid follicle上面的gpcr 那这个gpcr 会activate gs ok 会activate gs 那activate gs之后 它会increase我们的pka 它会激活我们的pka 那pka可以去phosphorate 其他的protein 比如说 帮助我们去产生更多的去合成t3 和t4的enzyme 对吧 那或者说 它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follicle 里面的细胞来grow 对吧 那这样我们有更多的follicular cell 我们就可以produce更多的这个thyroid hormone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thyroid hormone的regulation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强调的一点 什么东西呢 是强调第二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thyroid 是可以增大的 ok 也就是说当你thyroid hormone少的时候 你的这个thyroid gland会怎么样 它会增大 ok 它会增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了我们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啊 因为现在你没有了t3和t4 对吧 你没有了thyroid hormone 那你的negative control 是不是就开始生效了 对吧 因为你现在没有t3和t4 所以它会回过头来 使得我们的trh是不是升高 那trh升高 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的ts升高 那如果你有过量的tsh 是不是就会激活更多的gpcr 是不是就会使得我们的thyroid growth变多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缺乏thyroid hormone 他的脖子就会怎么样 就会变粗 对吧 变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甲状腺增生了 他的甲状腺增生了 所以这个是我稍微强调一点 这个地方是有代偿作用在里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case的 那我们来讲解case的 第一个我们的hyperthyroidism ok 这个叫什么呢 叫甲抗 甲状腺功能抗进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太多的thyroid hormone 你有太多的thyroid hormone 一般来说呢 也是比如说有的人 他是得了这个thyroid上面 可能会有tumor 对吧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thyroid hormone 是放空多了 或者是说之后我们会讲 这个叫做thyroid stimulating immunoglobin 这是另外一个desease 我马上来讲这个叫greaves disease 这一会我们来讲这是greaves disease 我们来说 那我们有哪些症状 假抗有哪些症状 假抗我们脖子会变粗 增生嘛 对吧 那这个人会变得很紧张 他会比较stress 叫nervous ok 因为你假装太多了 他会让你干嘛 我刚刚讲过了 他会让你的nervous system 更alert ok 所以你这个人会非常stress 会非常stress 那失眠 对吧 你里面的这些metabolism太多了 你睡不着觉 对吧 你身体里的ongoing的事情太多了 睡不着觉 你也非常stress anxiety 对吧 high heart rate 是吧 weight loss 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常见的 我们常见的这些假抗存在 甚至有的人啊 他的眼球会怎么样 眼球会突出 就有人会发现 他假抗了之后 假抗了之后 他的眼就跟鱼眼睛一样 就冒出来了 就感觉冒出来了 所以他会 alter一些facial features 会 alter一些facial features 所以这是假抗 假抗 那我们来说一下greaves disease 我们来讲一下 那greaves disease 一会我们来说怎么治啊 那greaves disease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auto 对 你多了 就是这样的 你如果要产生更多的 你要产生更多的t3 t4 就你都要 你都要长大 对吧 你假的都要长大 ok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怎么治 如果你要治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切掉一部分 对吧 如果你要治的话 或者干什么呢 你吃药对吧 阻止我们的fibroid hormone release 是吧 或者你可以干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是不是t4可以转化成t3 t3 more potent 所以我尽量让我们更多的fibroid hormone 处在t4上 你不要到t3了 因为t4的作用比t3要弱 对 那这样也ok也可以 对吧 也ok也可以 那甚至有的人他自己就好 有的假抗病人他自己就好 这种 你懂吧 那我们再来看greaves disease 这是一个自身免疫病 这是一个autoimmune disease 也就是说现在我有个antibody 也就是说我有个antibody 这个immunoglobin呢 也叫antibody 这个antibody 这个antibody啊 它识别谁去了呢 它就识别刚才我们讲过那个tsh的gpcr去了 ok 那当我们这个antibody 它bind到我们的gsh receptor上面会干什么呀 它会激活这个tsh receptor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你虽然没有tsh 但是你有这个autoimmune这个antibody 这个antibody就可以激活你身上这个thyroid hormone thyroid receptor这个gpcr 讨厌吧 讨厌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假抗的相关症状 因为这个时候你激活了更多的tsh receptor了 对吧 你激活太多这个receptor了 那激活它之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这个thyroid hormone produce 你也就会有假抗的一些相关症 ok 那这个grips disease 它到底是怎么导致的 我们现在都闹不清楚 可能有一些是遗传啊 环境啊 是有的时候病毒感染啊 互乱天发道 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个grips disease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基因 至于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那我需要稍微说一点就是什么呢 大部分在发达国家里面 在发达国家里面 有的人他的也会有甲状腺这个原因 他的脖子也会变粗对吧 那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的原因 主要就是grips disease 主要就是grips disease 因为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地方性甲状腺症 对吧 还另外一种叫或者叫粗脖子病 大家可能都见过粗脖子病 那那个是因为缺点引起的 那是因为缺点引起的 那缺点了之后 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去产生更多的thyroid hormone 对吧 因为我刚讲过了在synthesize thyroid hormone 我们需要Iodin 对吧 你看我们这T3里面有三个Iodin T4里面有四个Iodin 所以如果现在你没有了点 那这个时候你产生不了那么多这个thyroid hormone 你没有thyroid hormone 是不是你就会有更多的tsh 你有更多的tsh 是不是导致我们的脖子这种 对吧 那个是地方性甲状腺症 那个是在一些贫穷的地区 贫穷的地区 它脖子粗的原因 那Griffus disease 它是在一些发达的地区 发达国家发达地区 它导致不是走远 它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缺 是吧 一个太多 一个是缺点 一个是自己产生的thyroid hormone太多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三个病 或者准确来说应该是第二种病 叫hypothyroidism 这个叫甲减 它叫甲减 叫甲状腺技能减退 甲状腺技能减退 甲状腺技能减退 那或者这个东西很简单 是吧 你就产生不了更多的thyroid hormone 不是 产生不了thyroid hormone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 甲状腺的这个 细胞活性不好 对吧 它没有办法react andreactive 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缺点 对吧 我刚才讲过了 有的症状是因为缺点 那导致的symptom也很多 比如说脖子肿 对吧 slow heart rate slow speech fatigue cold intolerance we lost 对吧 这些都是明显 对于我们这个 新生代谢出现的问题 对吧 新生代谢出现的问题 那我要强调 前面这些我都不用强调了 因为它太简单了 我需要强调的最后 它会导致这个cretinism 这个东西叫呆小症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想过了 这个东西叫呆小症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小朋友 他小的时候 他小的时候 没有产生更多的fiberi hormone 他不仅小 就他size不仅小 他干嘛 他呆 ok 他的智力发育还有问题 对吧 刚才我们这是为了 我为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growth hormone的时候 我们说了 虽然你在小时候如果去了growth hormone 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size小 虽小 但你不呆 你不傻 对吧 你只是侏儒症 你只是size比别人小而已 但是如果你缺乏了thyroid hormone 如果你缺乏了thyroid hormone 你不仅小 是吧 你还傻 你还呆 影响size 因为growth hormone要跟他两个work together 他们两个work together 所以如果你小时候缺少了thyroid hormone 你不仅小 你不仅size小 你还呆 是吧 那这种病我们就称之为呆小症 叫cretanism 那就是cretanism but intelligence is affected 那一般来说 这个小孩子他的生长发育就会停滞 就会持滞 就会持滞 所以就会有种各式各个问题 好吧 所以对于生长发育这块 你不需要知道他们两个怎么work together 但是你需要知道他们两个work together 至于他们怎么配合 我们并没有讲的 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overview 那基本上这个growth这块呢 基本上差不多就这样 并不是很多就这么几页尺 并不是很并不是很关键 大概三四页吧 四页这个样子 所以本周内容比较少 下周我们认为相当中是艰巨一些 男性的生殖发育呢 比较简单 相当中是比较简单 但是女性的会很复杂 因为它涉及到三个hormon 甚至四个hormon 这么多 所以相当中会复杂一些 那正好 大家正好这周也考完试了 可以稍微休息休息 那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再说这些比较麻烦的 这些问题的知识 行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这样 大家拜拜